其实带您起来关心的确现在的人很喜欢喝手摇饮 那么为了健康一点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 那我就喝鲜奶茶或者是打铁系列的饮料 不过呢其实根据肖机会在今年7月公布一份的国内手摇饮业者的使用牛乳的习惯调查 发现呢其实是只有一成的业者会接入产地还有品牌 而且大部分的业者使用的牛乳原料还都是以保久乳或者是冰砖还原乳为主 那么行销的用词上面呢很常会让消费者误以为他们是使用的是鲜乳 那么当然小鼠也是决定说为了让消费者可以更清楚自己喝到的含牛乳的饮料 到底用的是不是鲜乳还是冰砖还原乳 因此呢决定是在明年的1月为期半年时间 会在连锁的时候饮店还有素食业以及便利超商 失败饮品接入牛乳原料产地的种类标示计划 鼓励业者可以接入牛乳的产地 譬如说是台湾 纽西兰 日本还是美国 另外呢也可以清楚标示使用的乳品原料的种类是鲜乳 煲酒乳还是调味乳 而农业部也会针对配合的连锁业者提供鼓励的措施 提供最高10万元补助 我们可以接受的一切都没有